大家好 德黑兰最近发生抗议 接头抗议 然后英国的在德黑兰 这个伊朗的大使被扣了 扣了以后现在已经放了 那么英国为什么 因为乌克兰飞机被击落 这个事对伊朗这么 这样的上心呢 我之前讲过海洋文明国家 死的最多的是什么 加拿大人 里边有三个英国人 但是海洋文明 他们英国加拿大英联邦 飞机又是美国的 所以海洋文明 他们习惯于抱团 那么英国人就跳出来了 那这个事呢 他为什么反应这么大呢 现在据我所知 我在乌克兰有一些消息源 乌克兰人 乌克兰人 在乌克兰的各种论坛上 已经这个事炸锅了 我得到消息 乌克兰人对这个事情 逻辑分析 还有他掌握的一些情况 我在这跟大家汇报一下 可能大家对乌克兰的论坛 咱们不太了解 非常啊 说的有的非常有道理 那说完这个就可以啊 间接证明 为什么英国这么愤怒啊 这个加拿大人 到底是不是被误杀 还是直接啊 伊朗有意就要击落这架飞机 从乌克兰这个论坛上 这个不是我下边啊 这是人家乌克兰人 毕竟飞机是乌克兰的嘛 乌克兰的论坛上啊 有一个帖子 说的我给大家分享一下啊 首先啊 这个论坛上这个帖子 把这个事情的经过啊 时间点都给你概括了啊 经过呢 就是当天晚上 这架飞机啊 被击落应该是在晚上 一点左右 记住一点左右 这架飞机原定呢 比原定时间晚起飞了 一个多小时 记住了一个小时 就是说原定时间12点 就飞走了 但是呢 他停在那多了一个小时 飞机没有动地方 官方给的说法呢 是飞行员要把一些行李啊 卸啊 卸到这个地面上 因为超重了嘛 飞机可能超重 但这个说法呢 有点牵强 乌克兰人也不相信啊 那乌克兰上论坛上 他的一种说法是什么呢 因为啊 伊朗当局 让这架飞机啊 你说是行李还是什么 没有飞 在一个小时 就要了这些人的命 他的逻辑在哪啊 首先啊 12点的时候 伊朗当局啊 军方通知净空 就在这个附近 不能有飞机飞行 就飞机场 基本上 不允许再有东西 飞行物了 告诉你了 不允许有飞行物 那所有飞机 必须在12点之前飞走 想起飞的 12点之前要飞走 但是这架飞机 留到了最后 你看这个啊 他留到了最后 其他飞机啊 本来应该跟他一起 一个接一个 一个接一个的 飞走的飞机 有的提前飞走了 最后剩的他 就是说当时 他被击落的时候 空中只有他一架飞机 只有这一架飞机 那大家想啊 这个逻辑上就想 这个逻辑 就非常恐怖了 非常恐怖了 那乌克兰 把这些链条 穿起来以后 你想想 如果是有意 要击落这架飞机 那就是这架飞机 在地面的时候 停在那个机场的时候 上面坐满了乘客的时候 伊朗的军方 已经挑中了这架飞机 就这架飞机啊 飞上去必死 他在地面的时候 已经这架飞机 已经告诉你 这架飞机就要击落的了 而不是什么误设 这是乌克兰论坛上这么说的 那这样想啊 其实逻辑是合理的 你看啊 首先 如果是物机 物机啊 那应该天空上 不止这一架飞机 好多飞机 那 有可能有可能打到别的飞机 有可能打到你这架飞机 这叫物机 你打上去以后 谁也不知道 是不是啊 打到哪架飞机 天上没有那么多飞机 当时天上没有 只有这一架飞机 天空是干净的 而且 这架飞机是因为 延误了一个小时 给它留到最后 晚点啊 下面说是晚点 卸行李 到底这个行李 到底是卸行李呢 还是就要拖它一个小时 让它晚起飞 而让其他的飞机 刷刷都飞走 把天空弄干净 弄干净以后 天上已经没有 其他的飞机了 只剩它一架飞机 那我如果想 击落这架飞机 就不会误炸其他的飞机 这个逻辑说出来 多吓人呢 乌克兰那个论坛 现在都炸锅了啊 就这个事分析 我觉得 你不能说 人家说的没有 没有道理 你想这样啊 如果我想炸这架飞机 哇 我想这个架飞机 我又怕炸到 其他人的飞机 我就想炸乌克兰的飞机 为啥呢 乌克兰国力弱 现在谁都可以欺负乌克兰 连伊朗人都可以欺负乌克兰 乌克兰其实没有 还手之力 他自己国内 还有这个 这个东部两洲 打架的问题 所以他自己啊 他没有反制 人家伊朗的手段 那就挑中了这架飞机 乌克兰的飞机 飞机上又都是什么 加拿大人 啊 还有一些 美国 美国的飞机 加拿大人 英国人 挑中了这架飞机 而且还有一半是什么 伊朗本国的 学生 那就非常恐怖了 挑中了这架飞机 击落其他国家的飞机 伊朗会遭受 比现在还要 还要可怕的报复 那就 只能挑这架飞机 那避免击落其他飞机的方法呢 因为是地空导弹嘛 是不是 万无一失的方法是什么 天上只有他这一架飞机 那么你想啊 本来应该12点飞走的 他晚了一个小时 在这个一个小时的时间里 所有飞机都飞走了 天空已经干净了 在这个同一时间段天上 基本上就剩他一架飞机了 那地空导弹 锁定他 炸掉他 合理了 不会炸到其他的飞机 只能炸到这一架飞机 所以你说这个事啊 伊朗当局做的对吗 如果啊 这个逻辑合理上来 那我只能说伊朗人复仇的心理啊 非常迫切 升起了那个血红色的旗啊 那么伊朗人 他要为自己的行为 也要负责任 另外呢 这个事肯定没完啊 乌克兰跟他肯定也没完 英国现在不也是吗 我只要在英国人呢 是获得了某些情报 还有加拿大人 他认为什么呢 这个事是有意干的 并不是无意炸的 但是很多人可能不公布啊 怕引起这个民愤 不公布 觉得是无意的啊 咱们也不知道无意还是有意 但是从刚才说的那个 那几个逻辑上 这个要破案的话 要福尔摩斯破案的话 这几个逻辑是自洽的 时间 动机 都是能互相之间联合上 我为什么让他晚点一个小时飞啊 因为要把天空清理干净 就剩他一架 这样的时候他只要飞上去 我给他打下来就完了 这个逻辑合理吧 而且这架飞机为什么 单单是他这架飞机 晚点了 天空上为什么只剩他一架飞机 所有的 有很多矛盾 伊朗当局不公布 我觉得说的也没错 人家啊 所以这个事悲剧 但是悲剧的源头呢 还是美国人和伊朗人的这个矛盾 把人家人杀了啊 那人家伊朗人要报复 你报复来报复去不就是 说把老百姓遭殃吗 哎呀 这个事啊 你也不能说伊朗啊 和美国 他俩谁对谁错 都是悲剧 但是反面也说回来了 给美国人当盟友确实很危险 伊朗人 我跟你美国不能直接打是吧 你美国总统说了你不能有美国人死啊 不能有美国人死 那死加拿大人呗 好像有很多反华都是加拿大的 听见没有 美国人不能死啊 但伊朗可以打加拿大 好像加拿大因为替美国帮忙死了不饶着累 这就很有意思了 死人毕竟不是什么好事 但是从这个逻辑上判断啊 如果是伊朗 我之前讲的 伊朗就要把这架飞机打下来 那大家以后啊 跟美国人坐一个飞机的时候 或者跟加拿大人 跟这些海洋文明英语这些国家 坐一架飞机的时候 自己要多想一想 多想一想 另外要把国际地缘这个政治考虑因素进去 别到时候人家是不是啊 要打着飞机的时候 你遭殃了 我估计人伊朗啊 如果按这个逻辑是故意的话 他也把上面所有人的那个国籍啊 都查清楚了 上面没有一个中国人 记住了 没有一个中国人 没有一个俄国人 记住了 所以伊朗啊 你从这个逻辑上判 也是很 很有意思的啊 很有研究的 他看了这个名单 乘客名单 没有一个 我觉得当时啊 如果是按像他说 不是物机 就是要击落这架飞机 那这个执行 执行的这位啊 你说将军也好 你说他是柜子手也好 他在行刑之前看了名单 第一个排除的就是中国和俄国 不允许你啊 有中国人和俄国人 因为中国和俄国啊 不参与他们这个争斗 但是美国的盟友 冲在最前面的加拿大 排在第一位了 上面有加拿大人 哎呀 你也不能是不是 说成他是 他是怎么想的 嗯 上面也不能有美国人 没有一个是美国人 越说我觉得这个逻辑 越能自洽啊 不能有中国人俄国人 没有一个中国人俄国人 是不是 跟伊朗关系还不错 啊 也不能是不是 也不能有美国人 有美国人事也大了 美国人也跳马跳脚了 但是还得出这口气 加拿大人英国人 听懂没有 如果我啊 有那个死了的伊朗人的名单 我如果啊 要去查 有可能这些死了的伊朗人 这些学生 留学生啊 可能就跟那个国内 某些公知差不多 啊 喜欢西方这个 喜欢西方那个 查完他们的底细以后 这个柜子手 觉得这些人 是不是 可以啊 可以 一点头 就是这架飞机了 那然后呢 他12点之前要飞啊 跟其他飞机 刷啊刷啊 一个航空司 一个航空司飞 就飞到了 啊 一点以后要进空了嘛 这个机场上面 不能有飞机飞了 那就把他留下了 把他留下的时候 这架飞机 已经死了 已经死了 嗯 说是卸行李 你说是卸行李也好 还是卸什么其他的好 他耽误了一个小时 允许他飞的时候 这个事已经定下来了 我越想越是悲剧啊 这么想 希望我今天啊 和乌克兰那些论坛上 那些人也是 只是从逻辑上 咱们想一想 不希望这个事是真的 如果是真的 太恐怖了 太可怕了 那未来啊 我觉得海外华人也好 中国人也好 特别是拿中国护照的啊 那些拿着外国护照 美国护照 咱们不要把他们当中国人啊 他们最后是向美国宣示 向外国人宣示 所以咱们还是为了咱们拿中国护照 尽量啊 我告诉你了 这个事 远离什么 如果有矛盾的这些国家啊 这些危险地区 尽量远离是非 远离那些啊 与这些国家有矛盾的 这些盟友 你为什么要知道 看我节目 要知道这个国际大事 就你一命啊 你说你之前 你不知道伊朗和这个海洋文明 这些国家都是有矛盾的 以为就他跟美国有矛盾 加拿大是海洋文明国家 英国也是海洋文明国家 跟美国 它实际上是穿一条裤子的 是盟友 你要不知道 你不看我节目 你不知道啊 你以为 怎么跟美国有矛盾 怎么死加拿大人呢 我告诉你了吗 海洋文明 他们是一家 他们是一家 用两个户口本 实际他们是亲戚 所以他们互相帮着 那伊朗人打掉加拿大人 这个这就合理了 如果你看了我节目 你知道这里边的原因 你是不是躲着点 那个加拿大人 你如果在 像说 挨着伊朗附近的飞机的时候 你就千万不要跟加拿大人 澳大利亚人 英国人 这些 这些人 你不要跟他们坐同一个飞机 多危险 这就道理听明白没有 所以我这视频也是提醒 所有拿中国护照 有的时候 看我节目 能救你一命 真的 你看你把这个国际上 这些海洋文明和大陆文明 这些矛盾 你都理解了 都知道了 那你以后 选机票的时候 就不会乱选了 不会乱选 有些冲突地区 真能救你一命 希望 这个乌克兰论坛上 这个只是个推测 我只能希望 但我看完挺有意思 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事乌克兰很着急 乌克兰现在都炸锅了 但是他国力有限 他现在摆不平任何国家 乌克兰 自己国内的两个州 现在正在打仗 所以他没有能力 摆脱这些困境 是挺悲哀的 这些人 哎呀 不能再讲 再讲这个 我觉得真是 咱人类什么时候 真是能大智慧 互相之间 生个血旗就要流血 但你现在你看 你要为你自己的 你这些事要负责任 所以伊朗 伊朗也是要为这个买单的 所以你看到现在英国人 为什么 那么气愤上街上 可能他们也知道 这个事就故意这么干 就冲着他们海洋文明 儿子让人打了 老爸出来了 英国大使馆出来了 老子得出来帮忙 说呀 那加拿大是不是 是自己下的咋吗 英联邦呢 所以这个事大家听懂没有 为什么现在 英国跳这么欢 这回明白了吧 哎呀 多看我节目啊 有的时候真能救你一命啊 啊 那加拿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